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把蛇皮的地方一定要擦掉 因为蛇皮它你不好洗 不好那个 我不擦 不擦 所以又一二一二三 擦琴当然要擦琴 要干干净 基本上每次都擦还是说隔几天擦 倒不是看情况 比如说那个看的稍微有点 它那个就是说冲香的梦 要把它擦干 对对对 会的会的 今天没有 你平时会擦琴 会的 会的 真的会的 擦琴会擦 擦琴会擦 大概就是每次拉完之后擦一样 我倒不是每天擦 但是我会定期去擦 会定期去擦 对对 很干净 会 看着特别干净 对会擦琴 会擦琴 但是还是 你看还是这些东西还会有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 没有办法 没办法 对 您平时会把二壶擦干净吗 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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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觉得擦干净就是声音会比较好 还是不擦干净 对大人擦干净好 实际上我们二壶和金壶 金二壶不一样 金壶讲究的是不擦干净的 它就是有一种时代感 一种成 双双感 双双感 就是它那个 可能因为金壶它是竹子的嘛 它比较亮 比较尖锐 然后有一些松霄乎在上面 它反而声音会柔一些 所以它传统的百年来 一百多年两百年 它这个都是这样一个传统 就是松霄木子在上面不擦掉 然后它也是典箱 就是用那个火烧在上面的 所以它是剩多少都留在上面 然后你看我们有一把 有年头的琴的话 那上面都是裹的 全是松霄木 全是那个火烧的那个痕迹 所以我觉得那个 可能也是用传统吧 是一种一种习惯 二壶不行 二壶如果你太脏了以后 它会影响震动 会影响它的震动 会影响它的震动 就是比如说我的二伙 是从来不把它单独放在汽车里 因为汽车里有时候想要 会影响震动 会影响震动 会影响震动